第二的第一題喔 他說判斷下一個對或錯 然後請回答他的充分跟必要之間的關係 好我們看前面那句話 這是因這是果對不對 他說如果是舉行的話 那就會等查 這對不對 這是對的吧對不對 那請問你他是屬於什麼 是充分的還是必要 這對的對不對 是吧 那他是他的什麼條件 是舉行就會一樣長 那有沒有人懂不是舉行也會一樣長 有啊 所以他算是要充分條件嗎 不一定 對不對 那只要一樣長就會是舉行嗎 也不一定嘛 對不對 所以他只是對的而已 但是沒有充分跟必要的關係 就是他們兩個之間並沒有必來一定發生的 這樣會啦 好 那第二個呢 你看一下 他說如果四邊行的對方先一樣長的話 那他就是舉行 這是什麼 這個是錯的吧 那直接寫錯的 那也是一樣 請問你 他有什麼充分跟必要嗎 也一樣沒有對不對 所以直接就錯了 好再來 第三個 他說四邊行 是舉行 是他的什麼 對線一樣長的什麼條件 前面對 所以後面會對對對 知道什麼條件 這叫做充分條件對不對 但是 一樣長就是舉行嗎 不一定 所以答案選誰 答案應該要選擇的是 B 他是充分條件 但不是必要 這樣會啦 可以嗎 前面兩個是告訴你他的關鍵性 對或錯而已 那第三個是要問他的充分跟必要之間的關係 這樣會嗎 可以啦 OK